风神演义中的圣母杀手,位列十二金仙之手,却败给了徒弟。 原始天尊麾下有除了大弟子仁登道仁爱,还有十二金仙一直以来为众人所赎,知的金仙有文书广法天尊,普贤真人,慈行道人。 但是十二金仙之手,却并不是实力最强的,而是玉居宫中第一位基金中的仙人,他就是广成子,虽然广成子实力在同级别中并不算高手,但是仙下手艺是相当好法力,真性,悟性都是顶级。 深入原始天尊宠爱玉卿,原始天尊,用半解,不周山体炼成先天灵宝翻天印刺给了广成子靠死法宝,神威广成子,是吕战吕圣王再破,十决镇,的时候文众特地跑到金老岛,请来了十天君摆下的,十决镇,而金陵圣母布下的,金光镇,乃,十决镇,那第五镇产教门人萧珍, 死于阵中,后来被广成子所破,并用翻天印杀死金光圣母。 再就是火灵圣母,火灵圣母,是结教多宝道人门下弟子的个人法力不凡训练处,三千能驾驭三魅火,大火龙兵群战能力,非常强大头戴金匣罐,有引申效果红紧,龙及公主夫妇均被其所伤后将子牙,哪吒, 维护和公将其击败只是他的出现,一早便在产教众仙的意料之中圣母,杀手广成子穿着草侠衣。 拿着翻天印却是等候多十一跪灭,就采用简单有效的针对性战术术和内疆,齐格沙接下来就是通天教主麾下大弟子多宝道人,多宝道人,绝对是圣人之下,逆天的存在在在诸仙阵中,竟然斗胆对大师伯圣人老的麾剑。 但是在与广成子对阵的时候,广成子再破出仙剑阵的时候,多宝道人面对广成子的镇山之宝翻天印,被打翻了一个跟头。 但其实这已经充分证明了多宝道人的强大翻天印,可是半截不周山炼成的先天灵宝,要知道一般仙家,早就被打死此宝要聚集老子,原始,接引,女窝四把宝旗才得以收复。 可见多宝道数之高深,再接的就是结教通天教主门,下八大弟子之一的归零圣母姓真帅,持性情比较冲动及造原地时得道道的高深。 玄妙无方原形,归万在灵鬼苍结是道字而归文有语意之行时化成人行因为,是女体所以,趁乎圣母之后拜入结教通天教主门下修行,封神十七阴,广成子三叶必由宫间接挑起分称心生正闷,因不敌翻天印而献出真行被教,主阁出宫外不许入宫听讲, 但在初仙阵和万仙阵中,依然追随通天教主但是,在之后的如将的额诈打下风火轮,下退太师文仲七山上打出一条路,但是翻天印也不是绝对的强大,如在对阵阳简的时候,翻天印并没有击倒阳简,虽然打在阳简头上打得火光,蹦出阳简毫发无损,但是这广城子战斗客,已说完全靠翻天印, 如果没有翻天印的广城子,或者有人的法宝能与翻天印体,敌又如何呢? 赵公明,三肖娘娘,乌云仙就是最明显的。